好了 繼續回來 有夢翁 要講一講 最近英雷王的國狀 其實全球有4億的觀眾 40億啊 40億 40億 講過了40億 接著這個 真是這個 空前絕後 沒見過一個 全球人一起悼念的一個狀態 香港人其實都是在這個狀態舉行的旗下 雖然有時差 也不少人去悼念 其實你自己之前都有去悼念 但是我想問一下 你怎麼看 香港人這麼大的反應 其實在英國以外 其實香港就已經是一個 最多人去懷念英雷王的地方 其實你怎麼看這個景象 這個現實其實講了什麼出來 其實也不用說有些這樣的 就是左派的報章裡面 上綱上線 將別人的港人去 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 去調研 去獻花 這些舉動 美國是旗下爭 他 跟他這麼說 那麼一條路 他們覺得他 doesn't care 他就這麼說 他就總會把中共禁止 都不容易 去憑吊 獻花 這些活動就反映了 每個人心裡都有一把稱 一把稱 這個就是公道自在人心 因為在英國對香港統治這155年來講 他被香港打造了一個自由和法治 作為一個核心價值 令到香港成為一個自由港 又實行簡單低稅制 再加上他本身所處的優越條件 和我們香港同胞的行勞拼搏 靈活 所以在過去百多年來講 變成了香港由一個偏僻的小漁村 成長為一個遠東國際大都市 成為亞洲四條小龍 成為一個國際金融貿易航運的中心 好了 在97年之前 當然講這個統治也都不可能盡善盡美 但是起碼我們所眼見的是什麼呢 他能夠建造大量的公屋 以前叫做廉租屋 解決這個中下階層 這個住房的問題 又造了很多 比如地下鐵路的建設 機場的建設 乃至設立各機場的建設 這些這樣的基建 也都他實行一個 這個叫做簡單低稅制 令到香港成為一個購物天堂 所以尤其是在實行普通法方面 那個無罪推定 司法獨立 陪審團制度 是令到我們香港人 有一個免於恐懼的自由 再加上那時候的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資訊自由 這些來說 大家也都可以看到的 我1973年 這個游泳下來香港的時候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當我走過暴灘的時候 我想看一下 左派北京對這個 香港對世界問題的 有什麼看法呢 我可以看大公文匯香港商報 那時候呢 右派怎麼想的呢 又有香港時報 工商日報那些東西 那你說中間的呢 有明報 有信報 你說想這個去娛樂 跑一下馬這樣 去輕鬆一下的呢 有什麼紅綠日報 今夜報諸如此類的東西 是滿目藍狼的 真是你走過暴灘裡面 就想起了百花齊望百家真名 這些八個字的了 所以馬上說 還有如果有什麼人 觸犯法律的話來講 在未審 未審 未判之前 是假定就是這個清白的 所以是可以有個 依法保釋的制度出來的嘛 好 那你現在 我們在今時今日 回歸了25年之後 尤其是這個前年的 《港區國安法》頒布 《港區國安法》頒布 去年的《漁船香港選舉制度》 決定的頒布 這兩個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 在香港實施之後 那麼好了 現在來講香港裡面呢 就感覺到《基本法》所規定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 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 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五十年不變》 這件事情裡面呢 其實是變了很多 大變特變 所以變了來講 人家就懷念 在那個 這個 港英統治時期的時候呢 我們香港人所享有的 免於恐懼的自由 和那個自由法治的核心價值 其實是講這件事情而已 就是說 最重要就是說 在那時候 你 比如說我 游泳下來 不要貼什麼愛國標籤的 一樣可以由一個打工仔 這個由一條泳褲起家 可以去這個拼搏 做到這個 三家上市公司的主席 有這個 就是說 只要你努力去拼搏 去努力充實自己 提升自己呢 你是不需要講什麼政治背景 政治標籤的 你都有公平的 吹人頭地的機會 那這些香港人是 感受得到的 所以就是說 對英女王的那個 那個 就是悼念的事情 這個是香港人 從實際出發的 那個人之常情 所以呢 既然習近平主席 都這個 向英女王敬勸花圈 這個王岐山副主席 去完那個 英國駐北京大使館 調完之後 又飛到去 倫敦 他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主席 習近平特使 的身份 去到這個西敏子 尖養 這個 英女王的靈咎 那就是說 換言之 你這些 那些 腦殘 五毛極左分子 你去質疑這個 香港人 市民 裡面來講 去那個 中華 去獻花 那你夠不夠膽去 挑戰這個 習近平 這個主席 王岐山副主席 他們現在調刑的行為 開災 何況 據報道 有百多個國家的 王室 元首 政府搜到 這個 整個 二千多人 去到那個 出席 這個 倫敦的 英女王的 那個 國葬的儀式 難道 難道 美國 拜登總統都親自去的 他是美奸 不愛國 日本 這個 首相 岸田文豪 他又去的 難道他叫做日奸 他又不愛國 這些簡直的說法 荒謬 所以我覺得 英女王 作為一個 和平與愛的象徵 他裡面 在他在位 那七十年的過程當中裡面 他是 這個 脫身 自身是非得失之中 脫身是非得失之外 他是一種 超儀的態度 沒有捲入任何的政治紛爭 所以得到 英國裡面 從官方到民間裡面 不理政界 商界、學界裡面 普遍的 崇敬和支持 也得到世界 這個 大多數國家裡面 他們那些 國民的 有好 官方有好 他們的 懷念 和敬意 這個我覺得 不是偶然的 其實我想問一下 蒙翁人 我今天這麼巧 剛剛聽到新聞 就是中宣部 就是 講香港的一國兩制 就是說在這個習近平主席的領導下 有暫身的理解 對於這個 一國兩制 當中 其實簡單來說 不能夠脫離這個國家安全 所以實施這個國安法是對的 也都希望 澳門 是加快步伐 去進行這個國安法的立法 其實你怎麼看呢 就是這個狀態 就是你說香港人懷緬那樣東西 就是永久看來都不會再回頭了 就是現在對於北京來說 香港的一國兩制那個理解 和我們之前那個理解 似乎好像有些出入 當然啦 其實呢 習近平主席也多次強調 要堅持一國原則 尊重兩制差異 異者不可偏廢 就是這樣去強調的嘛 香港既然實行資本主義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按照他馬克思主義的哲學 存在決定意識 那你香港既然實行資本主義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當然就會形成了香港市民普遍的 資本主義的價值觀 那個就是 和他的那個 就是意識形態的啦 那我們沒有可能 要求香港 因為他是一國之內的那個特別行政區 你就要把內地社會主義那套的價值觀 那套意識形態 按下去 在這個經濟基礎 他卻是資本主義社會的 一個這樣的香港 你這樣就變成牛頭不對馬嘴了 另外講到 對於一國兩制的理解 其實《基本法》 這個《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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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45條 68條 這些說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雙普選 講到《基本法》的第一 《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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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當作歷史文件 因為港區國安法裏面有一些條文是說 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的 但是《基本法》的第十一條就說明 在香港所實行的所有制度、政策、法律 都應該以《本法》規定為依據 就是《基本法》規定為依據 所以我們在回歸之後 《基本法》在1990年4月4日頒布的時候 當時的宣傳就說《基本法》就是香港的小憲法 但是現在搞成了凌駕性的事情 當然香港的市民感到不是滋味 以前許家屯說要按本子辦事 現在就沒有按本子辦事 比如港區國安法就好 如果要按本子辦事的話 你就要明白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 法治社會的精神就是既要強調 目標的公義 又要強調程序的公義 那《基本法》第23條規定國家安全 應該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的嘛 那現在人大常委會去這個立法 那是不是有出入啊 《基本法》第18條說明是吧 你知道香港的《基本法》都要 brakes 說 Oscars的 因為香港的香港的許多 所以他很貴重 說明是這個人大常委會 相反對 要看 那觀看 那嚴格是真的 很多事情我們覺得和基本法所規定的事情 就是有很大的落差和出入 所以我們希望國家安全我們當然贊成 任何一個中國人都會維護自己的國家安全 雜無旁貸 但是在香港你搞這個維護國家安全 就必須要做到什麼呢 維護國家安全和維護香港人 基本法所賦予的自由權利之間取得平衡 維護國家安全和維護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 航運中心的地位之間取得平衡 維護國家安全就要顧及到什麼呢 在堅持一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之間去取得平衡 如果做到這三個平衡的話 你維護國家安全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但是反過來說 你打著維護國家安全的名堂 你將基本法所賦予香港人的雙普選和參選 那些權利去勾銷或者對基本法所規定的 我們的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等 有閹割 有限制 或者裡面來說 你對於在香港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當然我們是要 所有政策都要吸引外來投資才對的嘛 但是你將香港搞成反美鬥爭的前哨陣地 那時候等於趕國際金融中心持份自己走 趕國際貿易的利益由自己走 趕國際航運的那些大客戶走 那你變成對國家的安全 經濟安全 金融安全本身都不利 其實我最後一個問題想問一下 陳茂波 財政司司長就說 其實香港現在的利益是有1000億 當然都是因為COVID這個環境 但是問題就是說 現在那些專家面對現實 包括那個盧寵茂 就是最拖後腳的那個 其實現在都沒有聲音出 就是likely可能會變0加7 甚至袁國勇他們覺得 就更加有條件 再寬鬆一點 但是問題是不是香港就是 就是開回正常化就可以搞定那個經濟 就是你以前香港如果有欠1000億 其實我相信吸收那條數就不是很困難的 就是香港可以賺錢能力高 但是現在你的基本條件已經改變了 就是你現在這個1000億 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可以吸收 而香港的競爭力 是不是只是Johnny他們口頭說 我們很有競爭力的 就是他們是不斷陳腔濫票的 就是不斷說我們很有競爭力的 但是基本條件已經變了 也都沒有任何新招去吸引人才 那現在這個貪子怎麼搞呢 根本上就問題在香港 根子在北京 實際上來說就是 在香港現在的一國兩制 進行怎麼樣的時候呢 我們不要忘記 不可以說自己說 我們一國兩制 沒有變形 沒有走樣 沒有東西 我們現在行穩置遠 這個更加輝煌 你自己說是沒有用的 因為既然一國兩制 香港走的是資本主義一制 那你香港現在是不是真的 是資本主義一制呢 包括經濟機場和上層建築 是不是資本主義一制呢 我講世界資本主義體系 就是說美國啊 英國啊 五眼聯盟啊 歐盟啊 日本啊 韓國啊 新加坡 這些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發達國家 是最有發言權 最有發言權 所以 如果你 令到別人外部世界 有什麼感覺呢 就正如去年的四月 四月初 當我們那個如先香港選舉辦法的決定出來之後呢 你知道呢 我們隨後的 包括選舉委員會也好 立法會也好 特區政府也好 已經是 變成是 列令了 在一九一八年 是吧 一月所講的 一切權力歸於蘇維拉 是那種局面了 那你根本上來講 人家外部世界怎麼看呢 所以去年四月初 台灣 地區前領導人 馬英九就講 香港的一國兩制 已經是名存實亡 已經死亡 人家是這麼說的 那所以呢 這個歐盟為什麼 曾經動議 要將 香港踢出 WTO 世界貿易組織 單獨關稅地位呢 為什麼美國取消對香港的一些特殊的待遇呢 就是人家覺得你現在已經不是一國兩制 其實就是滑向一國一制 所以在前兩個星期的時候 韓國駐香港的總領事才發出概探 如果將香港搞成跟內地一樣的話 是吧 根本就沒有存在的價值 根本沒有存在的價值 根本沒有存在的價值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來講呢 開關那些僱員是要的 我曾經這幾個月都聲聲歷熱講到 很多的視頻 你們都看到的了 再這樣去封關 和整個世界那個潮流 相圍背的話呢 香港就會變成臭港 就會變成死港 我已經是大聲疾呼的了 你看看現在裡面來講 你只是搞三加四的那些隔離呢 人家多少國際賽事又不來啊 多少國際會議又不來啊 多少國際展覽又不來啊 你這樣搞的話 搞到 你由於搞這些 內地 動態清零那套東西搬來香港 大同小異呢 你搞到 世界上有86間航空公司 是有這個航權 飛來赤立國機場的 現在當中有45間 失蹤了 有45間航空公司 失蹤了 不來香港 所以你想啊 人家現在新加坡 每天升降的班機 已經恢復到600班 600班以上了 香港還是200班以下 人家7月份 新加坡那個機場的客流量 已經恢復到330萬 香港只有40萬 你這樣搞下去的時候 所以呢 難怪商界裡面呢 有人說內循環等於內出血了 有些說現在沒有血了 心臟都會死亡 這個醫生死了 也不回來了 有些就說 我們商界已經山窮水盡了 怎樣怎樣 所以很多商界大佬 包括吳光正啊 唐英年啊 施永青等等 都出來 現在才出來叫 我幾個月之前一直都說 這個就是 他們現在才夠膽出來 是啊 就是因為你看到香港 水浸眼眉了嘛 大禍臨頭了嘛 再這樣說真的啊 香港會變成臭港 變成死港的 所以我說呢 除了說防疫政策 最重要是北京的政策調整 是啊 其實我也覺得 這個其實就不用說了 防疫政策是基本的 就是如果你連防疫政策都不開 你連基本的根本都沒有了 但是那個意思就是說 你是不是 就是現在的deficit洗了不要緊 你找得回 你洗多少都可以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是不是真的找得回呢 你現在香港百業蕭條 很多百年老店都收拾了 怎麼搞呢 只有一餐飲業的那些 都有八千間店舖 被人追債追債 那麼其中裡面呢 兩三千間來的 都肯定要收拾了 這些是飲食界裡面 權威人士所透露的 那麼 管中規炮可見一班 所以 所以這個就是陳寶寶的問題 你延後交通不代表不用交 那你延後交通不代表不用交 那你延後交通不就真的很笨 是啊 所以最重要就是北京 要調整政策 是吧 將一國兩制重新定位 做到我剛才所講的三個平衡 這個才是根本的 是吧 如果有人外界覺得你已經是一國一制 內地普通城市 都不會再來 是吧 好啊 多謝你夢翁 那我們就聊到這裡 下次再聊 OK 好 拜拜 拜拜